最怕有人說我們又懶帥又白帥 希望大家一看到就已經覺得是搞笑的 爆笑的 好喊粒的 Hello AM730的朋友你們好 我們是十月天 很開心我們接下來的十月尾 就會舉行20周年的演唱會 這個活動是聖誕前夕的很開心的慶典 早兩個月的聖誕前夕 大家一定要 以這個聖誕的樣子去看我們的表演 沒錯 我們也很期待像有Tyson Yoshi那麼熱情的歌迷 無論你是男還是女都去拋東西上來 到時見 SAR HO 開始20周年我們就有個想法 會不會是做兩個Part A、Part B的表演 一個是演唱會 一個是Talk Show 很多計劃都跟不上改變 所以就變成這一個版本 兩個混合在一起的表演 我們發現我們都出到一段時間了 正常這個年紀的樣子應該都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整容樣子的海報 是真的打了東西 真的打了東西 整個幾兩個星期才能脫掉的 是的 所以戴了口罩不太好 現在慢慢的藥力變回正常才看到我們這個樣子 有些什麼是人一看到就笑的呢 因為如果假裝英俊的人一看到就生氣的 因為通常都是兩個 瘋了嗎 還有好笑啊 那這兩個都是我們期待的 那個Show名字那麼長的原因是 其實那個Show想說什麼都放進去的 可能那些人會說那是無聊的 那個Show名字那麼長的 但是其實這些就是 就是我們由第一天進入電台 到成為I Love 到做不同的媒體有些什麼的作品 到最後都是希望可以在生命當中扶一扶你 那個例子就是我們有時收到一些 現在不是收信了 以前收信 現在就譬如收到IG inbox說 其實我的情緒很不開心很低落 工作不好 愛情又不好 家人又不了解自己 我們這些無聊的東西原來對別人來說 是可以擠到別人笑一下 不用大笑 擠一下笑 可以將它暫時忘憂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平時我們的精神 在Show那裡都是 不過分別就是今次要付錢 最重要就是練好他的Solo表演 和我的Solo表演 因為我們會去Battle 但是他公開了我要練單邊大胸 不是一對 是單邊 都多得泰森Yoshi 令到大家所有男藝人 男歌手 男演員的身體要提升 那我也在努力 請教一下 我不敢搞他 我怕他罵我用髒話 哈哈 因為他髒話罵林家謙 嘉賓有的 我們嘉賓的 這次玩法就是我找我自己的嘉賓 他找他自己的嘉賓 來支持大家 因為我們這次都是有部分的環節是Battle 所以究竟是甚麼嘉賓 他不知道我找甚麼 我也不知道他找甚麼 是否大家真是用Dicky仔 也是的 因為在很多的Show中 我們都有出現過 因為其他所有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的精神 分別出來的角色 有些是可以在聲音上廣播劇去出現 但是Bicky仔 大家可以有聲音 又可以有形象化 然後又轉換角色又快 而他精神不變 是的 因為這兩個人是神經病的 我想其實平時做節目 做歌 比如奇妙事不斷有 或者現在一些新歌 誰說你醜 或者拍很多東西 放在社交媒體上的東西 有些都是自如的 變成了台灣 所有東西都是小確幸 大確幸未出現 大家生活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情況 還想看你為何發這麼多勞訴 所以寫一些無理的東西開心 只要我們自己有甚麼無理的東西 不開心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 繼續有身體健康 鬥長命 你才繼續有奇妙事 給他出現的機會 那首歌其實都是 人們這樣品評我們的 實在是說我們醜樣的 開始聽到不開心的都有 然後我照鏡 怕的便會跟我說 不是你很英俊 說我的樣子是屁股 哈哈哈哈 我讀書 不是讀書 剛剛出來做事有個女朋友 那我的女朋友 很多年前 差不多 可能二十多年前 然後她有個 有個同事想追她 然後我去接我女朋友下班 然後我女朋友告訴我 我同事說你那樣好像屁股 哈哈哈哈 但是不要笑 現在屁股偵探 就是一個屁股樣子的 一個 對 一個角色 哈哈 真的闖先鋒 我這個樣子 哈哈哈哈 追不到我女朋友 就是用你說話攻擊我 我不會害怕的 哈哈哈哈 男人老狗說完這些無謂說話 所以我不會 當耳邊封 但我記到今天 哈哈哈哈 她好一點的 很多人眼中 她是有型的 真心 還有很多同事是抄她的 是的 很多人抄穿衣 真的真事 那句說話就是誰說你醜的那句話 我覺得是 都挺有趣的 好像是一條問題 但其實是一個鼓勵 這句說話就是她經常這樣說我 就是說你不要嫌自己醜和矮 你是特別的 那這句也是我第一次學的英文 哈哈哈哈 其實都真的想做一首鬼仔一點的歌 跟本地曲色有點不同 可能是個beat先走 感覺先走 今次找湯令山 因為想找一些未合作過的一些音樂人 所以就之前都找了吳林峰 然後再重新一個四眼仔 然後再重新一下湯令山 吳林峰幫我們寫歌的時候 她說她寫的經過已經是哭了 因為她將她從小聽我們的感覺放了下去 原來我們以前做節目都沒有想到影響多少人 原來影響了其中一個四眼歌手 就叫吳林峰 到最後原來她又可以寫一首歌給我們 我們都覺得幾感動 就是我那時被狂人撥濕了頭 然後她一個人要做節目 那時應該是她最辛苦 我猜是 因為她又要擔心我 我猜是 然後又要跟其他拍檔繼續嘻嘻嘻 很快的嘛 你幾天之後就已經帶著河童頭回來了 她剃了頂部剃光了 剩下這裏撿 神經病 你剛才說了我的經歷 沒問題 那沒話說 那我撐你 有一次她拍節目她扭斷了一隻腳 這個真是神經病 她跳舞 沒有嘛 然後身體轉 但腳沒有跟著轉 就趴開了 然後又做那個表演 復原得很快 好像不是的 坐著輪椅做的 改變 改變就 阿盧是小的 她以前都很喜歡買名牌 現在都很喜歡買名牌 就是由一個年輕人變成一個慈父 這個很大改變 當然大家都知道她很疼愛她的兒子 但沒有人見過她怎樣看她的兒子 就只有我 即不是只有我 我比較多機會看到她怎樣看她的兒子 例如我們看首映的時候 她會怎樣叫兒子坐在哪裏 又說你不要坐在Donald叔叔旁邊說話 她一拳打過來 哈哈 因為她以前都是死仔來的 年輕仔來的 喜歡合班就喜歡合班 我要搞生意 我要玩 玩什麼都搞 但是變了爸爸 就變了一個所有動作 所有東西都是為兒子 我見到現在 我很好玩 因為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歌手 單位組合出來 以前不是的 以前實力派 跟著新人 新人通常唱的歌曲都是唱片公司模式 現在這些真的浸了很多外國東西回來的人 是過癮的 就令到整個水準都是 水平都是拉高了很多 Hasanoshi的身體都拉高了 所有人演出的時候 應該有一個身體 就是MIRROR 他們的演出是令到很多 歌手都要想清楚自己Live的時候 應該怎樣做那個Performance 全部都是跟回到外國的 至少都去到外國樂壇的起步那一點 希望這個風氣繼續維持下去 才可以養得起下一代的音樂人 出道二十年第一次說認真話 這個驚喜是很艱鉅的 希望成功 到時大家看都開心 你買的票是值回票價 多謝你們 我覺得現在便宜了